根据本台记者陈永青报道 随着旧金山市重新开放的步伐逐步扩大 中国城商家们都在政府规范要求下重新开门营业 中华总会馆总董继宁阳总会馆主席李电邦日前表示 支持中国城经济是会馆目前工作的首要选项 经历四个月疫情商家们都受到沉重的打击 这段时间会馆对于属下商铺都采取减租优惠 希望能帮助商家渡过难关 李电邦表示疫情过后 中国城商家在近期很难恢复到以前 希望商家考虑转型的话题 通过这次危机为中国城寻找出新的商机 李电邦表示 旧金山市中国城拥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和传统 只要大家联合起来 形成一个充满人文文化、娱乐、饮食、旅游箱配套的产业链 相信将会吸引到世界各地的游客 推动中国城经济走出低谷